現在不覺得有什麼國家有動盪 事實上這個時間我們本來就不覺得國家會有動盪 但是整個的政策會有空窗 我記得蔡英文當選的時候 她那時候就當時我們就主張由多數黨來組閣 其實選舉本來就有輸贏 贏的本來我們就尊重 輸的我們也是認的 我們本來就不覺得說 選舉的輸贏在我們整個政治的過程當中 是這麼重要 但是那個時候蔡英文主席說 只要我們推出不錯的格魁出來 然後在國會大家互相尊重 她絕對不會讓民進黨的委員在立法院 羞辱我們自己所提出來的格魁 我想張院長在這段時間的表現 國人有目共睹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我覺得我們非常的寒心 所以我今天要主張的就是 其實剛才也有幾位委員講 有很多的案子被擋下來等等 我想的確在立法院 因為不管是國民黨執政 或者民進黨執政的過程當中 有幾個非常重要 關係著國家選舉的案子 大家都是以自己黨的利益 在那邊做很多的這個推謀 所以從剛才講的不在籍投票 也是被擋了幾十 大概有幾十次 包括不在籍投票 大概總統立委要不要併選 以及到底我們的國家是內閣制或者是總統制或者是雙手掌制 到今天為止 我們始終沒有辦法把它釐清 包括十八歲 十八歲是不是能夠給他投票等等 所以本席在這裡要請中選會的主委 我想你是一個可以說是 不因為政黨輪替 你是一個獨立的機構 我希望你能夠在這個上面 給我們一個公平客觀 如果總統立委的選舉 每一次都要選的時候 再來討論 那整個國家在整個運作的過程當中 就永無零日 所以我希望主委你能夠就這個部分